从开始相遇 我就深深的爱上你 也就是从那时起 我心被你迷 整个人就像风筝 陷在你手里 从此我的世界 因为有你 变得再美丽 我不怕爱的路上 遇上暴风雨 我要证明 我爱的诚意 也不怕爱的具体 燃烧我自己 我也愿意 要对得起你 我这样爱你 我不能陪有你 我不顾一切爱你 让我忘了我自己 我自己 踏地 有一生陪你 就让我们这一辈子 永远在一起 就让我们这一辈子 永远在一起 唱得不错 唱得不错 谢谢 人长得也好 还可以吧 还挺有自信的嘛 你这身高是天生如此还是 是我一小的时候 生病 发烧 然后引起的 那是多小 一个月 多吧 那这样的身高 给你生活带来一些不便 带来 挺困扰的 我看我们俩聊挺久的 坐着聊 好吧 好的 来 麻烦工作人员 扇两个凳子 既然从一个多月开始 就是这样的问题 那么后来上学的时候 你这个身高 给你带来困扰了吗 被同学嘲笑 然后呢 就是被很多人都看不起 然后呢 同学还在 在我的后面 学着我走道 还嘲笑我 然后 我就不敢去 可是我妈就是总是对我说 你必须去上学 如果你不去上学的话 你就没有自立的 自立的 那种 能力 能力 对 所以你上学上到 上到 五年 也就是说小学毕业 嗯 对 就没读了 对 不敢去了 那干什么呢 在家 嗯 在家 就是 呆着 什么也不做 那太孤独了 刚才你唱歌唱得不错 是 你这是不是在家里面 寂寞的时候练的唱歌 嗯 对 因为我现在 是唱歌的嘛 就是在那个 嗯 酒吧里面唱唱清八 嗯 就那种唱歌的 是因为我在我们家那个那个 乡下 就是那种野台子 就是说 嗯 细台子 对 细台子 他们在舞台上唱歌 然后我们在下面就是 我妈带着我 去看那个 看他们演出 看他们唱歌 然后呢 我就对着我妈说 我说妈 这个歌我也 我也能唱 我说我唱得比他们好 我妈说 那你敢唱吗 我说 那只要给我麦克风 我就敢唱 哎呦 你都不敢上学 你敢唱歌 对啊 因为我特别喜欢唱歌 那下面的群众 那可比同学要多多了 你不怕有人笑话你 我那个时候很有勇气 那是因为歌声给你带来了自信 就因为我在那个舞台上唱了一首歌 然后那边我演出的一个人 就说 那你唱得这么好 你就跟着我干吧 不是 你第一次机会 是谁给你机会上去唱的 就是一个舞台上管事的人 那不是个演出队伍吗 那是谁人都能上去想唱就能唱的吗 我妈去求人家去了 对 没钱的 让你试试 对 还记得第一次是多大年纪 16岁 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 哎呦 你还唱得表那么高啊 副歌部分来一点 我的未来不是梦吗 来我听一下啊 好 稍等 再高一个调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潜力无限 再上一个调 我真不相信这种声音 是在这么小的一个身体里面发出来的 来个最高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人间的我每一分钟 我的未来不是梦 我的心跟着希望在走 跟着希望在走 他还真不是硬喊上去的 他一点破音都没有 你是应该唱歌啊 所以从16岁那年开始你就走江湖了是吧 对走江湖 那是那会儿就你一个人出去还是妈妈跟着你 妈妈跟着我 这一路还顺利吗唱的 哎一提到这个很心酸 嗯 就是在我们演出的时候 就是全国各地的跑嘛 当火车 特别特别拥挤的那个阶段的时候 买不到买不到坐 然后我们就在那个 在那个中间坐着 就是在火车 车厢连接处 对在火车的门口 铺上报纸 对 而且还是冬天 我就是觉得对不起我的妈妈 对妈妈那会儿多大年纪 那时候40多岁 就这么走南闯北 闯出点名声了吗 也不是太有名声 反正还算可以吃喝穿是够自己的了 妈妈就是你的经纪人呗 嗯 是吧 对 妈妈现在还是你的经纪人吗 现在不是了 那现在是谁照顾你啊 嗯 现在是我的男朋友 哟 对对对 男人靠谱不靠谱 嗯挺靠谱的 看着这个妈妈都放心了 这男人应该是挺靠谱的 他叫什么名字呀 他叫徐立东 掌声有请徐立东 你有多高啊 1米91 你呢 我1米1 差了80公分 对 整的 对 这个有一句话不介意的话 我问一下啊 你这么高身高 好歹来说你找个1米6几的吧 最少吧 你其实你找他那样的差不多 其实 你是1米7几吧 有吗 1米71 1米9 但你们俩这个身高差不多 那你为什么会找一个 个子这么玲珑的呢 我自己也没有想到 就是会找一个这样身高的女孩 但是通过跟他在一起的接触 慢慢的发现 他真的是非常的善良 心地也非常的好 有相同的经历 因为有这相同经历的人才知道 去珍惜每一段感情 你们俩谁先看上谁呢 他也看上我的 哦 你看上这个 我觉得他 他去我工作的地方演出 然后我在台底下看他唱歌 就是从我见他第一面那刻开始 我就喜欢上他了 他下台了之后 我每天去给他送水 递十斤呢 就是每天这么持续一个月之后 然后我向他表白追他 他给我拒绝了 你还拒绝他了是吧 对 因为他是个坏人 也不是 是因为我出第一个男朋友的时候 就是伤透了心 就不想再接受 你还不止出一个 算他两个嘛 算他两个 谁信呢 真的 这年头只要问别人说 你出了几个呀 都说两个 这真是两个 出一个自己都不信 出三个有点烂情 两个整整好 所以说他跟第一个男朋友的区别在于什么 他很善良 很善良 你干嘛拒绝他 我觉得他不存好心 我就觉得他图我什么 他图你啥呢 图你长的尊 我也比他能挣钱吧 就是说 这话说得好实在呀 你说他就图你的钱呢 我就是这么认为 你那会儿挣多少 三四千吧 他呢 三千 有一大老爷们 还不如人家挣得多 不过也没啥图的 都半斤八两 好吧 都三千多 对吧 那你什么时候答应他的呢 一个半月吧 又是他向你表白 第二次是咋表白的 第二次是他马上演出结束 要走了 我们在 我们那有阳台 在阳台上落了很多 从小到大的经历 感觉我俩的童年 有很多不幸的地方 然后呢 我跟他表白 最后一次跟他表白 他问我 你可以放弃你现在的一切 表白的原文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 我说你做我女朋友吧 我说以后让我来照顾你 嗯 我说 你走到不方便 走到哪里 我就做你的双脚 我说你走不动了 我就背着你 宝贝 我们以后 还有个长大路人吗 不管是一辈子 还是两辈子 我都会陪你进步下去 你为了 我自己的生命 会陪你 哎呀 这话挺老套的 那会儿你妈还在身边吧 你妈是什么态度 我妈就是说 我走到什么地方 我妈妈给我送到地方 我妈就走了 你妈还是挺信任 你的判断能力 对对对 并没有严加反对 嗯 因为这一个月下来 她对我特别好 特别关心我 哎呦 男人追之前的那些 好都是手段而已 所以说我也留了个信仰啊 你留了啥信仰 我就是在另外一个场子 然后我要走了嘛 然后她说 嗯 你走我就跟着你走 那是 你也跑不过她 哎 你们家人反对吗 刚开始 我没有告诉我家人 啊 先转后送 我俩出了一年半的时候 嗯 我才把她的事情 告诉我妈妈 我妈妈也是很通情达理 但是她把她都跟我说 嗯 儿子你自己的选择 你既然选择了 你就要走下去 不管这个女孩怎么样 是你跟她过一辈子 不是妈妈去跟她过一辈子 你既然选择了 你就要对人家负责 呀 难得两个妈妈都通情达理 啊 那周围的人呢 他不看好 全都是不看好的 就是说以后你出去来参加朋友聚会呀 怎么样 你怎么去把她领服去 说白了 周围的人不是不看好你们 是不看好你 就是 也可能是 也可能是 对吧 但是都是我的朋友跟我这么说 哎 找个这么娇小的女朋友 有什么挺方便的呀 比如说要亲她一下 端起来就行了 其实她也挺沉的 90多斤 90多斤 将近100斤 在我心里她跟正常人是一样的 那现在你的工作是 呃 我自从跟她出入对象了之后 就是把我现在的工作辞了 你原来什么工作 原来是司机给老板开车 然后就是辞掉了这份工作 你是她的经纪人呗 发工资吗 我就是个领包的 发工资吗 发 这么帅的助理 一个月100块钱 一个月100块钱 还到天啊 一个男人放下自己的工作 给老婆打工 别说他这种身高 就是正常身高 一个男人也咽不下这口气呀 总得有自己的事业 我俩在一起吧 也经常的沟通 我也跟他说 我说你别去唱歌了 但是他说他喜欢这个舞台 他想趁着年轻再去唱两年 但是把他自己现在到哪儿 拎演出服啊 拎衣服啊 箱子什么的 都不是很方便 坐车什么的 所以说他说 就让我给他两年时间 让他 让我陪着他去出去那什么 所以你就奉献呗 对 现在已经是第三年了 你们人家钱谁管 我 你还不信任人家 不是不信任 应该都是经纪人管嘛 对吧 当家的应该是女人嘛 主内主外 其实只要他开心 怎么样都好人 你怪不得你吃这么胖 原来他对你好 你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心愿 我想听一下 我来说 那就麻烦你 把你抱下来 好 来 上前一步 说出你的幸福心愿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在我的家乡 开一个小服装店 好 来 请回 瞧你那亲爱的样 有 小心 好 为什么要卖服装 练语 现在唱歌不正在顶峰时期吗 挺好的吗 你唱得挺好听的呀 因为我现在的体格也吃不消了 因为你刚才看到了 哪出毛病了 就是腿 腿 我看你是想生孩子了 对不对 到了生孩子的年龄了 因为我想做一个正常的女人的生活 但是你开什么不好 你为什么会偏偏选择开服装店呢 是你有什么优势吗 因为我喜欢 我就想试一下 你会做销售吗 应该是可以的 那咱们试试 我们找个客户 来 潮汐 你们这儿有什么 你觉得适合我老婆的女装 女装 对 或者内衣啊 什么的 因为我没有经验 我想问问你 那我给你介绍这一款吧 这一款特别特别的好 它的质量啊 它的舒服度都特别特别的好 因为它这个 你看你不会做销售吧 做销售首先要问客户的需求 你老婆多大年纪啊 你得问她自己的需求啊 你以为做销售那么好做呢 现在卖服装店的人多了 对不对 而且现在 身下的实体店也不好做 对 所以你要做服装店 你还得自己去培养一些销售技巧 这个我可以去学习 你说说你要开个多大的服装店 100平米吧 一年要四五千 就是店已经就是说 排下来了 排下来了 从哪进货呀 在沈阳 那这进货大概需要多少钱 你算了吗 两三万吧 我们来听信四位老师 对你的这个心愿 会有什么样的帮助 也提一个小建议吧 因为它唱歌是很好听的 可以在它这个小店经营的同时呢 开一个直播 对销售啊 包括业绩啊 肯定会有所帮助的 我个人要先给你提供 半年的这个房租费 让你去练一练 谢谢 谢谢 你很勇敢 十年前的勇敢呢 让你杀出了一条血路 这次呢 你选择开个服装店 我相信你的勇敢 所以说呢 我会给你一些资金上的支持 我希望你能够勇敢的 再去试一试 给自己的人生 杀出另外一条血路来 你能成功 谢谢老师 想象一下 在不久的将来 在一个小镇上 有那么一家小服装店 一个漂亮的女生 唱着美丽的歌声 一个一米九一的大汉 像个保镖一样 站在旁边 两人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 所以说真正走得远 和走不远 并不在于身材的高矮 对 贫富的差距 更多的还在于 你们的心 靠得近或者是不近 所以祝愿你们 早生贵子 生意兴隆 谢谢陀老师 谢谢你们俩 谢谢陀老师 再见